其实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风土民情 但是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讲 你可能要承担不同的风险 可能在安全上面 治安上面 你在巴基斯坦 曾经有误闯过 银窟这件事情 不是经营同点的银 是经营开宝的银 对 是 银上的银 这怎么一回事 这一集的 糕点就在这里 收视率就看我 那时候因为也是 因为要省钱嘛 就是大学的时期 所以打工 你说在哪 不是 你跑去云术大工吗 跨国大工 打工度假 那应该是黑工 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是用沙发冲浪的方式 所以等于就是到当地 然后就是接触在别人的家里 然后结果到了 伊斯拉玛巴德是巴基斯坦的首都 然后就是一个年轻的男生 他就看起来非常nice 他在网站上的 reference也是都很好 然后他就跟我说 最近跟朋友一起租了一个小套房 然后是我们偶尔会一起在那边聚会 可是现在是空着 你可以就是把那边当你的家 去涌没关系 所以人也太好了吧 然后那个小房间里面 其实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常常会没电没有热水没有床 可是你知道就是当你是一个 充满热血的背包客的时候 你就是只要有个地方可以挡雨就好 那时候就是这种状况 住者住者就渐渐开始发现 有一点点不太对劲 就是每天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是会听到走廊上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然后有那种party的声音 就过了几天 我跟当地另外认识的大学生朋友出去玩 然后他们送我回家的时候 他们说你住这边吗 我说对 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看 互看 互逸生存 对 对 他们就互看然后沉默一下 沉默一下就是觉得说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陪你上去收行李 马上要带你走 对 我就是连夜逃跑 全身而退 所以当时你都没有看到隔壁的邻居 或住在那旁边的人长怎样 因为我都是白天出门 然后就是晚上在出门 都没有遇到这样子 可是是晚上会听到 有人那边来来往往 可是我也没有多想 就想说啊年轻人嘛 女孩子一个人出去旅行的确有难 真的太大意 那么快你今天这样一讲完之后 很多人就打消独自旅行的念头 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 就要平反一下 对平反一下 就是生活每一天都有风险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 就是小心至上 那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是 真的有点太出生之毒 不会糊 可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我也有好好反省自己 就是太自以妄为 就是随便乱冲乱撞 对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也提醒了我 之后就是会非常的小心 然后像我接下来 如果再找沙发冲浪的话 我一定是找一个 一整个家庭的人 或者是女生这样子 再总持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行脚节目也好 或者是冒险节目也好 其实往往都会要承担很多的风险 对 你到目前为止 你哪一件事情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而且感谢老天保佑 让你能够今天坐在这 哦对 那个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 就是去出外景的时候嘛 然后去有个地方叫琉璃旺 它是在非洲大陆右边 马达加斯加在右边的一个小道 我们要去海底乘船 大概在35到40米左右的海底乘船这样 那当时的一个 一个run down 就是说我跟我的搭档要 分别用两种方式下潜到这个 海底乘船去看那个残海 那我搭档的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很常潜水 所以他就是做一个八人的那个潜水艇下去 他用看的 那他用看的 那我的方式就是潜下去 因为我有advanced的潜水执照 当时在行潜的时候就是把执照还有方式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比较小心 所以我会跟制作单位讲说要确认什么什么东西 甚至像我们有潜水的行程的时候 我要特别交代我的企划隔天千万不能安排坐飞机 因为你知道没有潜水的人 那你应该会有捣潜吧 对后来我就问有没有 一开始并没有 后来他们安排一个捣潜 我会觉得OK好 听起来一切都是已经有在掌握当中了 然后就当时就想象说去那边 就是一个进潜水艇 然后另外一个就下潜嘛 噗噗噗噗下去 后来当天时间就是来不及 你们做电视应该知道 时间来不及真的就是会省略很多东西 捣潜就说OK no problem 我们直接抓着潜水艇下去 抓着潜水艇 那其实对潜水艇人来说 你最好不要在一分钟之内的时间 下潜超过40米 身体会出壮狂 会出壮狂 会可能会有蛋中毒啊等等 那我就在40秒左右的时间 大概就到了38 而且这个的问题就是 事后回想有几个点 我有可能在这边就是 你知道回老家 再见 第一要是你的减压没有做好 就是耳压不行的话 可能马上就流血爆掉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到下面的时候 其实 30多米到40米左右 那个水的温度 其实下降非常快 所以它会造成你的四肢 开始会先稍微失去一些自觉 会手麻 然后脚麻 然后你的心脏会稍微有一些压力 当时我念头想说 因为你知道潜水是不能讲话 你不能说不行了 然后 他们有一些手势吗 有一些手势 有一些手势 但是我的念头是 没有人理你 也许 也许我真的比出来 他会理我 但是我当下有在评估我自己的状况 其实 遇到各种危机的时候 就是第一时间真的是要冷静 OK 那所以当时我就想说 OK 我看我的潜水表 我看现在的深度 还有我的氧气存量 还OK 我就有一个念头 我跟着我的捣钱就好了 不管刚刚导播导演告诉我 下去要做什么 我不管 我就是要跟着我的捣钱 一直潜这样子 那一次也是 算是拍成 算是顺利 就是我们有进去那个残骸 然后把外观什么都拍好了 拿着给我拍拍拍拍 然后就会上来 上来之后才觉得 哇 刚刚真的是 九死一生 因为 你有可能在那个地方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就 那个 就有问题了吗 对 你那个 你那个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严 结果你猜发生什么事 我的导演没有把 记忆卡插进攻击 变人 什么 什么可能 导演如果你看到这一段的话 你自己心知肚明啊